主要是補充,如果有些程式不會寫的話,其實GPT是可以幫忙產生一些,但是它其實沒有那麼,怎麼講,完美 所以有的時候你還是要懂一些程式 要不然啦,像我自己我都覺得看的時候,我覺得它寫的不OK,像我是習慣自己乾脆重新自己寫算了 可是要自己寫,真的除非你功力要夠,不然的話你又要花很多時間 我講一下我自己寫的這個結果 那首先的話呢,我其實我把剛剛那個,我自己寫完那段程式碼放在雲端上面,各位可以參考 名稱叫做陸接到的VBA,OK,然後在第16位的地方就這一段 那首先的話呢,它這個概念原則上來自於,就是之前我們151的那個瓜糊中置串的這個寫法,還記得吧 那其實我們不是有個A有個B 對,A的話指的就是說那個前瓜糊的位置 B的話指的是後瓜糊的位置 然後最後的話再用MID去把它做切割,有沒有 這個概念的話其實也可以延伸到這一題 因為我們只要知道前面那個字的位置放在A 然後呢,後面那個字的路接到,放在B 當然相差就是不用減1啦,不過我就很奇怪,為什麼一定要 TrackGP裡面為什麼一定都會有減1 OK,我覺得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到底它的那個程式來源是從哪邊來的 對,減1好像都是我程式裡面,它會把它 OK,反正它會是一直參考 參考網路上或者參考一些資料庫啦,OK 好,那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把類似的概念 把它轉移到剛剛那一道題的話,那該回座 最後當然如果你要希望把那個最後的結果 把它輸出到一個範圍,那就再加一個回圈,有沒有 4i等於第二到第10,就是第二列到第10列 然後它就會一個一個幫我把它全部都輸出啦 那所以呢,寫的方法,我們來看一下,所以我這邊的寫法 我們這個是寫好的啦,所以我們把它從頭來過 然後我再寫一遍給各位看,其實你可能就不會覺得那麼複雜了 那我怎麼寫,首先的話呢,我先把這一段程式 deleteer掉好了,我們重來一下 最好你們也可以重來,然後自己寫寫看 首先的話,如果你要寫一個sub,叫入接到VBA 然後你Enter就可以了,它會幫我產生那個EnterSub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先給範圍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按個TAB鍵 我的範圍應該就是4i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當然最下面一列的話,我是寫成向下追蹤的 當然如果你不追蹤的話,就是自己手動一下Ctrl向下 它會停在3642嘛 可是問題喔,這個3642如果你假設寫成固定的話 那如果你資料更新,很抱歉 那你就變成要改這個數字了 那不對啊,那每次如果改資料如果更新,你要改程式 那顯然不符合那個什麼自動化的精神 自動化就是盡量不要再動手了 可是如果你寫固定,那Enter兩項,一定要打NAS 好,記得喔,4回圈一定是這個敘述 那接下來的話,為了要讓這個地方 不要每次都還要自己再去看到底到哪一列 所以喔,有一個敘述很重要 對,從哪個地方向下追蹤 一般我們追蹤,一般會從這個A欄開始 那為什麼從A欄? 因為A欄裡面比較沒有,就是... 就是編號一定會有啦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Ctrl向下 如果你Ctrl向下,假設說中間有一個資料是空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追蹤會是失敗的 它會停在空白儲存格的上一個 所以喔,我們基本上追蹤會選那個 那一欄一定要有資料,不能有空的 那理論上編號不可能會是空的啦 OK,所以呢,如果我游標放這邊 然後呢,Ctrl向下 有沒有,Ctrl按住,Ctrl向下 它就會幫我停在這個範圍的最下面列 那我只要把它現在停的這個列的資料 讀回來之後呢,那我就知道在哪一列了 所以喔,寫的方法喔,其實 跟剛剛做的那個邏輯是一樣的 那怎麼寫喔,我把它轉換一下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要放A1 那A1我前面講過啦,一般習慣會用Range A1 有沒有 然後呢,如果要Ctrl向下的話 它會有個屬性,屬性的名稱叫END END,END的話有點像Ctrl按住 Ctrl按住喔,然後後刮弧一下 後刮弧就會出現喔 你要向下呢,還是要向左 還是要向右,還是要向上 那也就是說Ctrl鍵一樣可以上下左右 那意思是說追蹤這個範圍的邊界 有沒有,然後呢,我們是要向下 所以XL down,你就選這個 當然你用滑鼠點也可以喔 然後再後刮弧 那這個動作就是,把游標放A1 Ctrl向下 可是我要得到什麼呢 得到,再點一下 得到這個列的位置 那它放哪裡 放在ROW的屬性裡面 那這個ROW的,有沒有 一隻手放一個資料就屬性 屬性的話就放資料的地方 也就是說這個ROW 點ROW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 就是這個東西 3642 它會把3642這個數字 幫你把它放過來這裡 所以3642就變成它得到的結果 OK,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這個寫法很重要喔 為什麼 因為以後呢 你的資料一定都是活的 不會是死的啦 死的應該很少吧 OK 所以理論上 向下追蹤這個概念 可以用在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甚至呢 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 可是我如果真的 我欄裡面一定是 怎麼講 有那個空的啦 我反正就是 我說你們資料怎麼沒有正規化 編號裡面怎麼可能會空的 啊 不管啦 反正就是有人就是 不照這個規矩 規矩 對 也有可能 如果呢 是這種狀況好了 你向下追蹤就會失敗 那不過 嗯 沒有 你可以換個方式啊 你可以換哪個方式 感受的向下對不對 你可以從下面往上嘛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呢 假設底下都沒有資料對不對 那你可以換一種寫法啊 你可以從最下面這個位置有沒有 向上追蹤 欸 有沒有發現 我是Ctrl向上喔 Ctrl向上的話 得到不是也是3642嗎 OK 對 所以開始把它是A2 變成A的最下面 對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可以這個地方就是 A1048576 有 這個數字你自己看一下 都有 然後呢 你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什麼 對 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Up就好了 然後 這邊一樣 是點落啊 所以得到的結果 也不一樣 一樣啊 只是說喔 這個 1048576 你說 老師這個數字 那如果假設我的是2003的版本 應該沒有人在用 不過還是有可能 有些公司很省 他不想升級有沒有 那可能他的列數就是什麼 65536 欸 那所以這個如果不確定的話 可能就可以寫寫另外一個敘述吧 你叫什麼 Row 就是 Row Row10 Row10就是列物件 點Count 點Count的話 Count RowCount的話就是說 你幫我算一下 這個列裡面總共有多少個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呢 就也是1048576 可是如果你假設2003的版本 他就是6536 OK 這個我確認一下 Count Count Print 如果 如果啦 假設你要確定說 這個得到的結果是什麼的話 順便教各位一個 我自己平常 會 會讓他跑結果的一個方法 就是即時運算 在 這個地方嘛 有沒有 然後他會在下方出現一個小視窗 那我習慣會在這邊打一個問號 問號 就Print 幫我把 RowCount裡面的結果 列印出來 在下方看看 Enter一下 有沒有 1048576 那所以 所以 同理可證 我們總共列有這麼多列 那如果你想知道 蘭有多少蘭怎麼辦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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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16384 所以 總total的儲存 隔數量 就把它相成 就是 total的那個 中 不過這個 題外話 順便講一下 剛剛因為這個 就牽涉到同學常常問到的問題 如果我向下追蹤不ok的話 那你可以向上追蹤 那一樣 如果你假設你要知道多少蘭 你就向右追蹤比較好 這個總 總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蘭 不太可能說中間沒有蘭名嗎 會不會有可能 會不會有可能 有可能 像我們那個什麼 會計的畫出 可能會有接載 就會有空的 那一樣 你可以從最右邊 對 這樣應該總不會有問題吧 好啦 反正就是說 你要見招拆招 這個向下追蹤 如果有之後的話 那再來我們就怎麼樣 讓他 我知道範圍之後呢 那我就是讓他做邏輯判斷 那判斷得到A跟得到B 去把它切割 那就得到我要的結果了 那怎麼 所以第一個我A要怎麼產生呢 所以這個A的部分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一個規則呢 我們之前是寫了那個公式嘛 所以我們先找什麼 先找0 再找裡 再找區 所以寫的方法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在這邊 先增加一個那個 就是入接到VBA 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回圈範圍這個寫法 蠻重要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如何 只要產生變數A跟產生變數B 然後把它做切割 放到那個除塵格裡面去 程式就寫出來 好 那只要怎麼寫 那只要怎麼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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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